香港特区立法会换届选举定于9月6日举行 民建联现任立法会议员陈恒彬 7月20日正式宣布禁逐连任 再度出战立法会选举新界西地方选区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谭耀宗 香港民建联主席兼立法会议员李慧琼到场支持 陈恒彬表示团队本着只要团结香港便有希望的理念参加本次选举 希望号召民众共同对抗蓝炒对抗黑豹 携少市民一起向前让香港重新出发 陈恒彬表示自己团队的成员皆为民建联新一代成员 个个都年轻热忱 长期扎根社区而且全队目标一致 坚决以对抗蓝炒对抗黑豹对抗反对派夺权为己任 我们陈恒彬团队我们是一路扎根起社区 我们一路跟市民一起密密加盟在社会里面服务 我们认为市民最大的利益是要解决他们民生的问题 当前经济的困境的问题 若果整个社会摆了精力去进行揽炒 我们相信这个不是我们香港每一个市民的福祉 谭耀宗和李慧琼在场为陈恒彬打气加油 呼吁市民能够支持爱国爱港的立法会候选人 一起团结向前让香港回归繁荣恢复稳定 早日变回大家熟识的家园 他读完书出来已经一起毕业 就在新界西来福堡 所以他和新界西的街坊非常融洽 大家都很全力支持他 相信阿Ben香港有希望 请大家支持 陈恒彬阿Ben多谢 他有经验有心有能力 我最欣赏他 他是非常贴地 而且是非常关心居民的日常生活 政治过去一年都是纷纷不晓 但是民生经济议题 才是市民 很多市民很关心的 阿Ben在过去从来没有间断 为居民争取权益 特别在交通议题上 新界西居民都是非常关注的 最近他亦都成功推动政府 在青年盖线收费上 是答应大家可以允收 减轻市民的生活负担